你们说赛罗的土地怎么这么奇葩啊 唱了一首歌竟然叫狗屎运 你们不准打高分 只准给他打个零解蛋 叫牛吃草 在罗位飞到黄头老 接得不洗澡 全身长了毛 为什么大家还喜欢他 哎呀呀 走了狗屎运 为什么大家还喜欢他 是不是有毛病 接得不洗澡都长毛了 还有人给他打高分 看本大爷怎么收拾你们 敢威胁我可爱的粉丝们 简直是找打 嗨我是赛罗奥特曼 最近我收到很多小朋友问的奇葩问题 比如奥特曼说话不用嘴 为什么却要长个嘴 又比如奥特曼是怎么吃饭上厕所的 那么你心中有没有关于奥特曼的奇葩问题呢 可以给我留言哦 另外视频的最后有彩蛋哦 第一个问题 为什么奥特曼说话不用嘴 却要长一长嘴 奥特曼说话都是用意念交流的 确实平时都用不到嘴 但是嘴可不是说不要就不要的哦 假如我没有嘴了 就会长得像这样 你还会觉得我帅吗 还有背老黑 他要是没有嘴了 就会长成这个样子 还有大家喜欢的迪迦奥特曼 嘴要是没有了 你还会喜欢他吗 所以说话可以不用嘴 但是不能没有嘴啊 没有嘴 我就没有那么帅了 第二个问题 奥特曼是怎么吃饭的 当然了 只要是生物 都要吸收能量 奥特曼也不例外 人类靠吃饭补充能量 奥特曼则是吸收太阳能 所以吸收太阳能这件事 就等于奥特曼在吃饭了 赛罗你骗人 我也是奥特曼 我就可以吃泡面补充能量 小鹿你这个臭小子 为什么要拆我的台 赛罗你要是再凶我 我就告诉格力桥 说你天天在外边装帅 好多美女喜欢你 小鹿你别当真嘛 我是和你开玩笑的 彩蛋 偷偷的告诉你 评论的时候输一个狗头 再输入一个抱拳 就可以解锁一个 全新的狗头表情包哦 不好了不好了 大家快来看啦 赛罗师傅被人揍了 好惨啦 都被人打飞了 还好蔡家的爸爸把他扶住了 泽塔你这个臭小子 我是被人揍了 不是中大奖了 你那么兴奋干什么 还叫的那么大声 生怕人家不知道啊 我悄悄的告诉你啊 我师傅赛罗又被人揍了 好惨啊 都被人打飞了 还好我扶住了他 我悄悄的告诉你啊 我悄悄的告诉你啊 不行啊 泽塔这个家伙就是一个大嘴巴呀 不让他大声说 他就悄悄的告诉别人 下次这种糗事 千万不能让他知道了 还好 没有被泽塔看到 这次吻了 哎 这不是我们队长吗 不好啦 不好啦 我们队长赛罗又被人揍了 好惨啊 都被人打趴下了 啊 我怎么这么倒霉啊 好事不出门 坏事传千里 躲过了大嘴巴泽塔 却躲不过大嘴巴火焰了 哈哈哈哈 皮膚还未平时 皮膚又来清晰 茫茫人海狂风暴雨 比惨大会现在开始 第一名可获得一个史无前例的超级大奖 有请第一位选手 我最惨啦 师傅不喜欢我 叫我半吊子 队长不喜欢我 捏我屁股担子 打怪兽掉进坑 只剩下脑袋瓜子 被怪兽头一撞 只看到我的影子 所以我最惨啦 小朋友们 你们喜欢我吗 喜欢就点个赞支持下吧 有请第二位选手 哎呀 还是我们最惨啦 一上来 一个怪兽就把哥哥的头 塞进了楼房里 一上来 一个怪兽就给哥哥的脸 送了个见面礼 一上来 那个导演就安排 让我们演两个大豆比 一上来 那个什么欧布 就塞我们的脸出奇 太惨啦 我们真的太惨啦 小朋友们啦 认为我们惨 就给我们三个鲜花表情吧 有请第三位选手 你们啥也不是啊 还是我最惨啦 我去打迈克斯 帅了个狗肯尼 我去打初代 头撞到了夹缝里 我去打啊 又是梦比 抱着石头 结果把脚被砸得高高的走起 我去打萝卜 那两个豆皮 结果直接被他们打隔皮 还被观众 起了个外号 叫玉米棒鸡 我长得不像玉米啊 干嘛要叫我玉米棒鸡嘛 小朋友们 觉得我惨的 就给我三个大母鸡 有请第四位选手 你给我滚一边去 哎呀呀 还是本大爷最惨啦 我去训练宇 就被赛罗一顿锤 我去侵略光之国 又被赛罗一顿锤 我去侵略其他星球 他又把我一顿锤 最后实在没有办法 我就跑到地球 他又跑来把我一顿锤 这还不算惨啦 他还在背后所有我的儿子 直接把我打成了灰 惨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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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认为我惨的 直接给我扣狗头啊 越多越好 小朋友们 你认为谁最惨啊 可以把你的答案 写在评论区哦 经过光之国评委组的打分 最终认定年度最惨一的奖 获得者是 贝利亚奖品是 十个马桶 大家鼓掌欢迎 嗨 我是赛罗 别叫我赛兔子 嗨 我是杰德 别叫我大孝子 我们是坑人二人族 有小朋友给我留言说 坑人二人族你们好 你们要是能让被老黑 哭着给小朋友道歉 我就给你十个红心 非常好 安排 首先由我来许愿 我许愿贝利亚不会飞 此时的贝利亚正在猛处星球 肆无忌惮的搞破坏 突然她感觉天灵盖 一阵的发凉 猛的一下就从高空坠落下来 摔了个满满的狗吃屎 接下来要看我的 时光倒流 在赛罗时光倒流的作用下 被老黑又摔了一个狗吃屎 时光倒流 被老黑他又摔了一个狗吃屎 时光倒流 被老黑又摔了一个狗吃屎 又摔了一个狗吃屎 又摔了一个狗吃屎 妈妈呀别再搞我了 我的屁股快摔成两半了 我道歉小朋友们 对不起对不起 我再也不当坏人了 再也不搞破坏了 还有小朋友给我们留言 坑人二人组你们好 拖雷基亚每天喝完奶茶乱扔垃圾 你们要是能让她以后不要随处乱扔垃圾 我就给你们点赞加油 关注打气疯狂转发外加打一百分 这待遇也太好了吧 好安排 首先还是由我来宣许愿 我许愿拖雷基亚家里塞满垃圾 此时的拖雷基亚下班刚回到家 打开家门一看 家里客厅里全是垃圾 不但臭气熏天 而且还有很多苍蝇在家里 飞来飞去 好像在嘲笑他一样 拖雷基亚是个有洁癖的人 他哪能受得了这个 于是他便把垃圾袋一袋袋的扛到了外边 经过两个小时的奋战 总算是清理完成了 现在轮到我出场了 时光一转 刚清理完成的拖雷基亚回到家里一看 刚刚累死累活搬完的垃圾 现在又回到了他的房间里 他又开始搬 刚刚搬完 时光一转 拖雷基亚又开始搬 刚搬完 时光一转 拖雷基亚又开始搬 时光一转 拖雷基亚又开始搬 求求你们别再往我家里放垃圾了 我以后再也不在大街上乱人垃圾了 小朋友们 我们开人二人组今天的任务圆满完成 别忘记你们答应的哦 再见 赛罗的老爸赛文为了保护大家 被贝利亚连番的攻击最后倒在了战场上 他牺牲了 小朋友们你会为赛文的勇敢点赞吗 等赛罗赶到的时候 已经来不及了 就在赛罗伤心的时候 赛文却从坟墓里站了起来 赛罗 你搞什么飞机 你这个不孝子 我还没死呢 你就想把我埋了呀 赛罗以为见着鬼了 老爸 你不是死了吗 死你个大头鬼啊 我被贝利亚攻击 我又打不过他 所以我就装死了 装死 那你也不用装这么久啊 我还以为你死了呢 哎呀 就是装着装着不小心睡着了嘛 啊 啊